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48年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对北平市政府不用巨款修理跟尤其北平古建筑的这一做法表示不赞同 另外一位青蛙教授发表文章进行辩驳 首先发表文章质疑的人是朱自清 而回应他的建筑系教授则是大名鼎鼎的梁思成先生 说起梁思成先生大家可能真的对他非常了解 都听说过他和他的小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会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今天要说的呢 是他针对朱自清此文发表的回应文章所下的功夫 大家有兴趣的话 看一看这个梁思成的北平文物必须整理跟保存的这样一个手稿 这手稿其实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总共17页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修改的痕迹 梁思成先生为了让这手稿真真正正的能够起到学术性的建议作用 是在这手稿上花了大心思进行修改的 朱自清读到梁思成这篇17页的文稿后 称赞梁思成见解独到 两人的私交并未受此影响 而这场关于北平古建筑保护的君子之变则成为美谈 而梁思成先生一贯的治学态度 可以从我们校使馆的另外一件展品看出来 在建国之后 他曾经给北京市市长彭真写了这样的一封信 这信上写的是他对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建造和设计方案的一些思考和反思 这一封反思信上不仅仅写了很多真真切切的方案 字体是非常的工整 而且很多方案的旁边还附上了他亲笔绘制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他在他自己脑袋中的一些设计方案 这个图画的是真正的特别漂亮 就好像是我们在做笔记的时候画了非常多漂亮的插图一样 真的是让人羡慕不已 说回到我们争论双方的兵外一方来 朱自新先生 他在清华任教的时候曾经开设过一门讲古诗词的课 而朱自新先生为了教好这一门课可是下了苦功夫和笨功夫 这苦功夫是指连每天早上上厕所他也要求自己背会那么一两首古诗词 而这笨功夫是他找了一个老者专门教给他旧体式的写作办法 他认为只有自己熟悉了这旧体式的写作办法才能更好地领悟其中的奥妙 也更好地把这中间的美传递给他的学生 而且朱自新先生上课的要求和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也是出了名的 据他的学生姬振怀回忆 他在开文词研究课的时候 这课上只有两个学生上课 但是朱自新先生从未学课 坚持每一次认真的上课坚持给每一个学生来考试 这里我们收藏了一份中国文学史讲考的手写教案 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上面工工整整的写了他所有的上课要点 这旁边还有很多自己增读的讲课要义 其实在他讲授这门课的时候已经是1947年 而中国文学史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有相对深厚研究底蕴的比较成熟的学科了 有很多现成的材料可以引用 但朱自新先生选择了像这样的材料say no 他坚持结合自己的讲课特点 每一堂课都根据自己讲课的进度撰写专门的教案 对学生有专门的指导 而这样严谨的求真的态度 其实体现了很多清华老师授课的方方面面 今天我们从梁思成跟朱自新先生这所谓的君子之变 讲起讲了这两位大师的风范 下次有机会给大家讲讲更精彩的清华的学霸是如何炼成的故事 我们有机会下次再见 每一会计算的天下